这里是FM98.198新闻台 欢迎你收听旅游将文节目 我是居将旅游庄绿 看过罗马的竞技场 你是不是觉得那种震撼 还有满天叫嚣的那种情景 刚好经过 或是经过你的耳朵 或是飘过你的脑海 大家还是来到一个比较幽静的地方 都没有人的地方好了 休息一下 因为刚刚太热闹了 如果你继续往南走的话 有提过在土尼西亚 你要看阳光 你要看沙滩 你要看古文明 还有你可以到沙漠去住一下 在沙漠当中 各位就不用太计较了 因为各位第一个先入围主的观念 就是说沙漠到底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有可以住宿的地方 沙漠太好玩了 我觉得在土尼西亚 最主要的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去沙漠 我本身很喜欢沙漠 因为在沙漠呢 除了在 我去的经验有 坐吉普车 冲沙 在沙漠里面 还可以骑骆驼 对 在沙漠里面骑骆驼 走那个林线 看日出或者是夕阳 对 有这种两种选法 或者是 在沙漠里面 大家会认为 沙漠都是没有一滴水的部分 可是你可以在沙漠里面看到 绿洲 还有瀑布 要多少水才会有瀑布呢 所以在里面你会看到那个很特别的场景 还有瀑布 还有在沙漠里面 还有温泉哦 还有那种 从地底下冒出来的那种 你会看到那种泡泡的那种温泉 很特别 我去到那边 我第一次去到那边 我也觉得 哇 我真的觉得很震撼 第一次在那边看到 沙漠里面看到那个 瀑布 还有温泉 那温泉还可以泡哦 那我去有沙漠 有住那个沙漠的帐篷旅馆 在那个旅馆旁边呢 就有那个温泉可以泡 那在这个沙漠帐篷旅馆里面呢 你不要想说 呃 在那个沙漠里面 一望无际什么都没有 可是他们在那边有规划 很好的那个营地 在里面呢 除了就是住帐篷之外呢 他在呃 你晚上 在傍晚之前 你还可以骑着那个 呃 类似 沙滩车那种 去看日落 去体验一下那个 呃 沙漠的那个日落的风情 那 日落之后呢 就会看到很多满天的星星 星斗 你会觉得 哇 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星星 我超兴奋 而且 我那时候去 就这几次去 都还有看到很 流星 还有那个 呃 就是整个星辰 整个 很漂亮 因为大概 傍晚过后 你就会非常多的星星 你不用 就是去到很远的地方 因为在沙漠里面 无光害嘛 只有那个沙漠的那个 营地里面 落落的这种灯光 你抬头就是满天的星空 那 除了这个 沙漠这些活动呢 他们帐篷呢 我们住的那个营地 非常的棒 在帐篷里面呢 有自己的卫浴设备 还有热水可以洗澡 对 还有那个冷气 暖气可以吹 非常棒 所以不要说是呃 在沙漠里面住 是不是就是很克难 没办法洗澡 不会 那么营地非常的棒 应该呢 我们要这样的形容 因为住在沙漠当中呢 有分成两种方式 一种呢 就真正的叫做帐篷 就是搭那个帐篷 这个以前呢 在利比亚 就有这种过这种 类似这种行程 或是这种体验 但后来呢 这种行程呢 就慢慢呢 就减少了 因为可能呢 第一个呢 就是在真正的沙漠当中呢 利比亚那个点 也被剪掉了 那在图尼西亚呢 如果呢 你去住那个帐篷的 沙漠里面的帐篷的话呢 那OK啦 为什么叫 因为它叫做 仿帐篷 就是模仿的 就各位呢 比如说呢 你去过呢 像比如说仿洞穴 有没有 那种在洞窟里面的旅馆 它就分成两种 因为真正呢 叫做洞穴的旅馆 我那个设备呢 就比较呢 怎么样差一点 或是呢 它的这个条件呢 就会比较不那么的完整 但是呢 如果呢 你是住在这个仿洞穴里面呢 就OK啦 因为呢 它大概呢 所有的标准的配备都有 那在图尼西亚呢 因为我们要到沙漠 但是呢 它又不是真正的沙漠的 所谓的内部啊 真正的沙漠内部呢 那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呢 我们就各位呢 带各位呢到这个沙漠边间 就边边啦 应该是说边远的地方呢 去过过呢 这个所谓的沙漠的一个晚上 那各位不用担心 第一个呢 沙漠有水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呢 你看这么大的一个风沙啦 或是呢 冬天OK啦 在所谓的秋冬 我觉得呢 这个温度上呢 是OK啦 因为呢 温带的沙漠 因为呢 我们一直提到这个这个字哦 叫做温带的沙漠 它不是在呢 真正的热带的沙漠 所以 温带的沙漠呢 它还是有类似呢 我们有季节性的那种温度差 所以呢 你在秋冬的时候呢 秋天很舒服 但是呢 冬天呢 可能会比较冷一点 那还好呢 各位我们不是住在那个真正的帐篷里面 我们用一个形容词 这以前呢 我们有所谓的这个同事啦 或是呢 有朋友呢 去住那种帐篷 就两个人 因为是两个人一顶帐篷嘛 是 所以呢 睡在这个温带沙漠的冬天的这个帐篷里边呢 各位呢 用一个字形容 睡到最后呢 两个男的都会抱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太冷了 不抱的话呢 就怪怪的 但是抱了呢 就有点类似那个段贝山 这个形容词也不太好 所以呢 你在这个沙漠的这个旅馆里面呢 很舒服 我觉得 这个我也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各位呢 就不能太要求什么 他的吃啦 他的吃呢 可能会简单一点点 但也不会那么很简单 他有 不过呢 他刚刚呢 在山里有提到呢 他有一个温泉 这个温泉呢 一般来讲 这个我所感觉呢 我们这个台湾过去的贵宾呢 或是我们的听众呢 很少人会到里面去泡了 都是老外 都是老外在泡 不过呢 我建议各位呢 你可以去做一个 额外的或是呢 这个option也好 或是甚至呢 你也可以自己呢 去做一下 但是呢 要注意安全 就是那个所谓的四轮的那个沙滩车 很很棒 比骑骆驼还棒 因为呢 骆驼呢 骑到最后呢 那个屁股会痛 真的 因为呢 你要骑那个骆驼呢 要走很远的话呢 第一个要晒 要晒那个太阳 还要吹那个风沙 不舒服啦 我们讲是不舒服 但是呢 骑自车的那个四轮的那个沙滩车 OK啦 但是呢 晚上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呢 看看呢 所谓的星辰 那个地方没有光害 就是差占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 如果呢 你的时间够 或是呢 时间允许的话呢 在那个地方的 那个所谓的 夕阳 跟它的 早上当 有些人 跑不起来 那就不管了 它的夕阳也很漂亮 尤其呢 在一层一层的那个堆叠 或是呢 在它的这个累积下 有点恍惚呢 好像呢 那种海市渗楼 那种感觉 所以呢 你在沙漠当中呢 你各位呢 不用担心 说 哎呀 我在沙漠当中呢 会过得呢 怎么样 很炸 很糟糕 或是呢 很克兰 很邋遢 不会 因为呢 刚刚提到呢 虽然提到 那个帐篷呢 仿帐篷里面 还有冷暖气呢 当然呢 大概隔着 或是呢 在所谓的隔温当中呢 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 没有错 因为是帐篷嘛 但是呢 至少呢 你在这么的 这个生活的条件里面 你不用太担心了 所以呢 下次呢 你有空 或是呢 到沙漠当中的话呢 你应该呢 去试试呢 这个沙漠的旅馆呢 应该呢 对你的这个想法 或是呢 在你的经验里面呢 会更好 对啊 在里面的那个体验 你会觉得不一样 全部就是放下 所有的文明科技 到了那边 就是体验 他们沙漠住的那种感觉 虽然吃 刚刚老师有提到说 吃都是简单 但是都是有 都有提供 不用担心就是说吃的不好 或者是住的安不安全 因为我曾经有半夜出去 要拍那个银河 那出去到那个营地之后 他们的营地的管理员 都有在那边巡逻 所以连安全也不用担心 说会不会在沙漠 有动物来啊 或者是有什么陌生人来啊 都不会 像我半夜出去 都会有人在那边巡逻 所以呢 各位呢 下次呢 到这个沙漠的旅馆 那个晚上呢 其实呢 建议各位呢 要出去啦 因为你要离开之前呢 你会经过他们那些 守卫的那些所谓的门啊 那个叫 应该叫小门啊 然后从边边出去的话呢 到沙漠当中呢 去看看呢 银河 各位呢 你在台湾呢 因为第一个呢 就是光害 或是呢 你的天气呢 并没有那么的晴朗 或是呢 那么的清楚的话呢 你下次呢 到沙漠当中呢 去看星星 你的记忆里边 应该会很难忘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在沙漠当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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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沙漠当中呢呢 在沙漠当中呢呢 在沙漠当中呢